欢迎收看下午四点中天新闻 我是洪淑芬 最新的消息 台铁607次举班号 在下午的1点57分 从台东往树林前进时 在金库龟山到大理段 火车头跟落石擦撞 结果有部分的碎石卡 在铁轨上动弹不得 造成其他的车次 也都延误57分钟 2000多名的旅客受到了影响 而状况在今天下午的 3点28分排除 目前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接着周一德 来告诉我们 一德 好 主播观众 赶快带你来了解 这个举光号607车 今天下午发生的陷阱意外 这段举光号原定是在台东发车 然后中原站是在树林 那么在1点57分的时候 行经大理道归山段的 1K加400处 一次当时有一个巨大的落石掉下来 然后当时就卡在铁轨上 那么火车当时来不及下车 就迎头撞上 那你可以看透过画面 你可以看到当时 这个冲撞的力道之大 你会看到在火车头的左下方这个地方 有这个黑黄中间 看起来有点像是挡泥版的这个地方 它一般来讲叫做这个火车的头目 那它一般是防止这个在铁轨的碎石 或者是任何的异物残跳起来 会影响到车头 那你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左下角的地方将近有四分之一的这个都已经被削去的一角 可见当时那个撞击的力道非常的大 那么回顾这起意外 现在也引起很多的乘客相当的不满 而且相当的气氛了 因为整个救援的过程呢 可说是这个台铁的危机处理是有待商榷的 因为根据刚刚乘客转述说呢 他们即时在1点57分呢 大概将近了半个小时 其实当时火车已经经过了这个归山站 可是就卡在这个铁轨上面动弹不得 那当时呢也没有任何列车长或任何人员出来解释 所有的乘客都待在这个火车上 发现已经过了半个小时都一直不动 那么才看到这个列车长是慌慌慌慌的穿梭在这个列车间 甚至后来呢才用这个台语来广播 但是当时列车上不只有台湾的旅客 还有很多的大陆观光客 整列车加起来超过400多人 都完全不晓得整个情况 那么因为列车长用台语来广播 那么很多的大陆观光客是相当的鼓噪不安 一直要求赶快翻译成中文 因为他们完全听不懂 但是旁边的这个好心的台湾旅客呢 帮忙铁住出面翻译 才了解整体的状况 那么呢从这个1点57分发生意外 然后往后推50分钟 在过程中呢 这个车上的空调还一度关闭 到后来过了15分钟呢 才重新的开启 当然也引起很多的乘客相当的害怕 因为完全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空调也关了 那他们所有的这个乘客 就待在车上等待救援 好一直到刚刚呢 这个记者向这个台铁求证 然后才赶紧派出了救援机头 现在前往这个火车的也就是发生意外地点 自7K加400处靠近大里尼龟山的这个区间段呢 才赶紧呢 是赶快出动这个救援的机头呢 前往去拖救 那么现在目前了解说 这一台的火车呢 现在正往这个龟山站要进行了 那么待会呢 要更换这个机车头 然后恢复行驶 但是呢 车上不只是400名旅客 还连带影响到其他延误的2000名旅客 一共延误了57分钟 那么很多游客也说呢 在这个周休假日 因为这期以外 游行大事 好谢谢宜德告诉我目前的最新情况 那么状况是已经逐渐的排除了 那么现在火车头也是拉到了站内要进行维修